最近我們也知道國家加了兩個新的香港的非維入了國家級 過去香港有十個明錄 加上最近這兩個 總共到現在為止有十二個國家級的明錄 我們知道朝日如蘭聖會是國家級的明錄 已經很早登入 我們已經有四個香港非維的項目入了國家級 當然我們朝人的月蘭聖會是其中一個 也是影響力比較大 今天我們集中講到月蘭 月蘭的小小的歷史 我們經常都聽到木連救母 或者是歷史方面 歷史方面兩位比較熟 或者我希望胡先生可以多說一些 余蘭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因為聖會為何會突然加到聖會 余蘭為何會加到聖會 這四個字是怎樣去組合呢 胡先生 是 余蘭聖會其實最早就是 源於西進時期佛式余蘭盆京 就講到一個木連救母的典故 他的故事內容就是講到 牧連他就得到六神通這個本領 他為了要報答他父母的養育之恩 由於他母親生前就作業心寵 死了之後就落去地獄道那裡 他有六神通本領的話 他曾經嘗試用這個法力去請求他母親 脫離地獄的苦難 由於失敗了 他就請教佛婆 佛婆叫他在農曆七月十五日 那天是爭治之日 那天最多爭種是站在一起的日子 以一些白味五果 一些吸灌盆氣 香油定竹 即一些生活用品食物 去供養爭 直接去供養爭種這些功德 就可以換到他的母親 脫離地獄苦難 其實佛婆婆最早就開始 就在南北朝都有些帝王 已經好像梁武帝 在同太子舉行佛婆齋 那時的形式就是供佛齋爭 以報答父母祖先的恩德 那時是強調一個孝親會 到了唐宋時期 佛婆婆的形式有些變了 因為那時就開始流行一些師食法 那個時代就不單止是關愛我們自己有血緣的親人 對一些沒有血緣的親人的那些眾生 都是得到救濟的 那除了去救渡我們那些親屬之外 那一些是沒有人制止的那些亡魂 那些經過一個師食的儀式 都是救渡他們 那時就慢慢就發展到一個所謂 由余蘭聖會開始慢慢就形成一個余蘭聖會了 那其實聖會這句話很多人經常問 為什麼又叫余蘭聖會 那聖會的意思呢 其實我們叫一個殊聖的法會 殊聖是代表一個超絕行有 就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那它的意思是 由於我剛才說的那個師食法呢 是對一些亡魂孤人野鬼的嘛 那其實這個師食法會呢 對一些亡魂人野鬼的來說呢 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叫做余蘭聖會 慢慢轉為一個叫做余蘭聖會的一個形式 所以有了聖會這件事的出現了 那大家知不知道余蘭聖會這個詞 那清朝啊 宋朝一定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如果看一些資料文言呢 其實開始在宋以後 到清了已經慢慢有這個聖會這句用語 這句慢慢有出現的 因為早期呢 有些叫做余蘭盆齋啦 余蘭盆會啦 後期發展到就余蘭聖會啊 這樣 因為牽涉到一些孤人野鬼呀 一些師食啊 那這個師食法呢 其實到我們現在呢 在余蘭聖會 潮人余蘭聖會 或者一些其他族群的余蘭聖會 都是有這種師食法的 我們就叫做瑜伽獻口 我們就叫做放鹽口 有些叫做上座 有不同的形式去形容這件事的 現在這件事呢 反而變了 因為在余蘭聖會的儀式裡面 反而還有一個 不可缺少一個部分 在一些寺廟面前 供佛齋爭的形式 變到現在呢 對一些亡人野鬼 進行一種師食的形式 那人方面我們都有派米的 那算不算呢 其實如果派米這個活動呢 可以說是清中葉開始 因為當時清中葉在潮傘地區 基於一些政治因素 或者一些天災 當時那些善堂善舌 就開始紛紛成立 到中晚期 那些成立的數量就越來越多 那時候的余蘭聖會 又變了什麼呢 將一個宗教信用 和一個慈善祭品 融合在一起 那時候善堂的功能 就是維護一個社會的安定 以及一些輔助 一些貧窮需要的人士 其實善堂的功能性 其實那時候都很重要 那剛才說 對窮人那些救濟 那當時的形式 就是善堂 召集了一些 叫人家去捐獻 一些祭品 那通過這些祭品 我們首先在余蘭聖會 我們最後那天 我們是一個私食儀式的 就是將那些祭品 通過一個金剛上司 將那些祭品 將它的轉換為 給那些官人野鬼去吃 他們所吃的 他們所謂叫做一種 吃它的真氣 吃它的氣 那而那個祭品 其實通過儀式之後 那個概念 好像那些米那些 已經是淡而無味的 那淡而無味這些東西 就不要浪費了它 那他們就會 就是我們所謂一送兩食 那祭品 做完儀式 變了儀式祭品之後 之後我們就將它 變為救祭品 去幫助一些貧窮 或者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那所以呢 我們就說 祭品師姑 又幫助一些窮人 對於一些陰界 一些孤魂野鬼 他們又得到舊債 其實都幾出生 又幾入世 就是 是啊 如蘭勝爲祭 所以說 包含一些 巧於親 辭於眾 眾這方面 就是我們所謂的眾生 眾生包括 冥陽兩界 我們都形容 是以眾生去形容這件事 對於所謂陰陽兩界 都可以幫助得到 都可以救災到他們 大家知道 胡彥松先生 都在超速社團總會 都搞過很大型的 越南文化接近 包括我們在維園 搞搶菇 也有很多活動 搞出來 你覺得過去做了這麼多的事工 你最大的困難 你現在所預見 或者你覺得哪方面 需要再改進 香港的超人宜蘭勝爲 在2011年 列入了一個 極級非物質文化為產名錄之後 總會就是一個保育的單位 當時就會想到一個 比如要怎樣 將我們朝鮮人的傳統習俗 怎樣再去推廣 當時我們都以不同的概念去想的 有些提議就說 可不可以做另一個 舉辦一個園蘭勝爲 其實後期就發覺了 因為園蘭勝爲 往往都是一些地區團體 地區它舉辦的目的 一定有它那個 舉辦的目的 還有它本身 當地所謂 我們所謂制治的那個神明 或者那個緣起 如果你是沒有一個緣起 沒有一個逆資的背景去舉辦這個活動 好像那個意義不大 後期就想得到 例如舉行一個 好像嘉年華式這些活動 我們又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往往以前的園蘭勝爲 給人一些比較負面的印象 就是覺得 制製一些鬼神 覺得好像一些迷信的習俗 如果你要一個嘉年華式 你要一些以前 一些普羅大眾已經根深蒂固 覺得是一個迷信的習俗 你怎樣能夠 你怎樣能夠 將它這個迷信 合作的觀念去解除呢 那你如果通過一些 譬如說 活動的攤位 一些民善意的展示 那其實這件事 可能未必會這麼容易 可能的時間都會比較會長些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何去吸引一些年輕的 年輕人有興趣去參與 當時自己就想到 構思可不可以 因為有很多時候 時代的貶遷 一定要根據時代的環境 年輕人的想法 去迎合他們的需要 去想一些活動出來 當時有一個構思就是 將一些潮流文化 和一些傳統文化 如何去相互融合 以一個時代的觀念 去展現一些傳統美力出來 當時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對余蘭勝會 和對潮州 那些潮汕地區 所謂的私孤節 一些習俗 都了解過 當時有一個 我們叫搶孤 潮州有一個搶孤 這個都興奮了很久 大家可以看到 人知道 這個很好吃 那潮州的搶孤法 但是很多的 這個是一個模型的 是啊 這個就是模型 那潮州的搶孤 那個形式 就比較細俗化 這些就 又沒有什麼 真的那個規則 那他們有個孤棚 那孤棚就用竹來搭 搭了一個孤棚高度 都會有二十尺 那那些善長人 都可以捐了一些米 或者有豬啊 羊啊 都有整隻 羊都有一些東西 放在下面 那他們呢 就會將一些竹籤 寫完一些製品的名稱 就插了到一些飯包 或者一些番薯上面 那當那個放鹽口儀式 最後一天 完成了之後 就會放一輪大炮獎 炮獎放完之後 那些中工作人員 就開始擲米包出來 擲米包 擲米包 煮好的飯包 這樣擲出去 那他們擲飯包 原意就說 先給了一些孤人野鬼吃 對 那至於那些番薯 插了一些製品 那些後期就擲出來 那下面那裡 就站了 起碼我看過 過千人 很多人 那他們自己呢 會自己製造一些 我們所謂的叫孤城 對 找一些竹啊 或者一些網啊 不同形狀 不同大小 那他擲下來 他就盡量走去接 接到之後呢 就拿著竹籤 就去換了 如果有米有油 或者你 有隻豬喔 那整隻豬 給你這樣拖 就不是整隻豬 扔出來 就是把他籤出來 是的 這樣的形式 後期想到 對 以這樣的形式 不如可以將他優化一下 將他改良一下 在香港可不可以成為一種 一種 有娛樂性的竹賽活動 加了一些竹賽的元素 是的 要改良過 你知道當時那個棚有二十呎高 那我們後期呢 經過改良 我們去棚有五呎左右 那五呎 由於那些人 扔過米包出去的話 怕他不能夠拔物線 這樣扔 所以我們上面 就製造了一條定點桿 大約有七呎高 那上面那些人 扔下去就可以扔到 一拔物線形式 那我們那個搶鼓比賽 就是 一組就有三隊 每隊就五個人 輪流呢 就在上面扔一些米包 下來 就下面拿著沽城去接 是的 做一個竹賽活動 那麼希望藉著這些 有娛樂性的活動 還有那個 參與的要求性 又不是太高 去吸引一些年輕人 去參與這些活動 我知道很多中學 都有參加 是的 我們除了第一年 我們就邀請一些 魚蘭團體 在家裡有很多 中學 青年團體 都陸續都有去參加 這個非常好 因為剛才說到 我們要吸引年輕人 這個活動 也都是有些竹賽的元素 可以特別吸引到它 還可以有一個持續性 因為你知如果舉辦 在嘉聯華式 今天做一些展示的話 你今年會想到一些主題 明年可能會想一些新主題 但是這種事 可能就對一些年輕人 那個持續性的吸引力 就不是太高 如果你有一個竹賽活動 有一些獎品 他們每年都有個目標 我今年參加 我去年就拿第三人 我今年也想競爭拿第一 去年接得不好 你都要改良一下 我們又想想一些策略 明年看有沒有個分數 又要高一些 對他們有一種 有個目標性 有目標性 我想問這個搶菇 所謂的儀器 是大會提供自己製造的 其實這個 那時候我怎樣把他們 原本他們以前 在潮汕地區的自由發揮 就造成有一個統一性 其實這個 我當時就走去潮汕地區 找一些去足跡的師傅 叫他們走去做的 這個策略是統一的 由大會提供給他們 大會提供的 比較好一點 是的 好 麻煩你胡先生 我想問問阿博士 我知道你著作等身 很多時候都是講 我們本土的文化 歷史等等 那你對於這個儀蘭勝會 又怎樣看呢 還有我們有些什麼地方 政府應該做多些 或者你怎樣 覺得我們可以把這個 非為的工作做得更好呢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其實做了很多的推動 特別是胡先生 胡董事長 他一直以來都花了好心 去設計和推動 剛剛胡先生提過一點 就是孤盛 就是將那個的儀蘭文化 將儀蘭那種 以前那種鬼神色彩的味道 就減少了 並且把它變成芝色 我非常感謝當年的香港 孤盛社團總會 剛剛當時我們編了教材 在中學是用的 特別是提過一點 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當時我們都去了一些 天主教育中學 伊斯蘭教育中學 以及有一些基督教育中學 都是去蟬術 發揚這個 越南文化的活動 當時胡先生提過的一點 非常重要 就是將越南文化 變成了知識 融合了在當地 當中學的運動 剛才提及這個孤盛 非常好 當時校長都參與 就是扔出一些孤盛 小朋友互相接 特別是很多非華裔學生 能夠參與到 很明顯 我們的香港朝屬社團總會 成功地能夠將我們 從來越南文化 打入了一些 伊斯蘭教的中學 以及一些基督教中學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成功 我們特別提過 現在我們很講求群眾參與 起碼我們看到 在朝屬總會帶領之下 其實越南文化已經變成了知識 因為我從事寫了教科書 以及教材的工作 在未改通識課程之前 在未改通識課程之前 有一個叫做當代 今日香港和當岸中國課程 裡面都是強調 我們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舊課程裡面 其實我們都已經 將漁南文化放進去 舊課程那裡 接下來公民與社會發展 這個課程裡面更加好 因為裡面也都強調 傳統文化和當代 今日香港的互動關係 所以我們非常之 喜見到這個情況 就是將 也都將漁南文化都放進去 在這裡特別我強調就是 胡先生當年 讚寫了這本書 《破解漁南迷思》 因為我小時候覺得很恐怖 鬼神故事為首 但是胡彥聰董事長 在這本著作裡面 是蟬述了我們的漁南文化 很好玩的 不是一個鬼神的故事 所以非常感謝 剛才我手上了一些劍資料 過去其實大家朋友都看到 每一年我們香港的社會 都在漁南文化裡面 都出了一本刊物 叫做漁南文化節 這本刊物我手上 起碼有五、六本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紀錄 還有一個特刊裡面 也都看到 包括我們的介紹 以及整個場地的介紹 還有一個小言單章 亦都是胡先生 曾經提及的一點 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將它變為了嘉年華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 有飲、有食、有道想、有分享、有遊戲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還有一個突破 就是我們都看到的 胡先生 我們的香港潮術社團總會 就是將我們的漁南文化 變為了漫畫化 這也是很受群眾歡迎 特別特別再提合的 就是說 我們在2018或者2019年的時候 香港潮術社團總會 設計了一個VR和AR 將那個漁南文化 一戴了那個眼鏡的時候 就很有興趣 整個漫畫化 這就是非常之重要地 將那個知識打人民間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地方 即是被人侵犯了 被人侵犯了 是的 你覺得香港政府 或者這方面 還可以做些什麼 除了提供場地之外 當然 最主要希望能夠資助多些 雖然我們老生上談 說場地的問題 但其實場地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漁南文化裡面 不單止是我們節日的活動 還有我們會有些潮劇上演 潮劇上演的時候 我們往往是有些 神功器 神功器 有搭氣棚 如果政府能夠多些提供方便 我們那個神功器 和場地 那非常之好 胡先生 你覺得政府方面 或者你接觸過很多政府部門 尤其我知道這個漁南文化 應該是2017年第一次 從你的經歷 經驗裏面 你跟不同的政府部門 都有工作經驗 你覺得這些經驗 你怎樣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覺得 政府在非為那裏 港地港在非為那裏 推廣政府 其實 現在政府推廣的主要部門 就是非民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其實都很積極推廣 因為在2018年 政府部分了3億 在2019年 就推出了兩個項目 一個叫做市區主導的項目 另外一個就是夥伴合作計劃 主要都是做一些清探調查 還有一些研究 還有出一些專書 或者非為穿車 以及剛才說的那個 社區主導項目 會和一些傳承團體去合作 其實我覺得是做得不錯的 但是如果對整體來說 我覺得就不是太 都是不足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發覺政府在政策施行過程之中 對於其他相關部門的協調性 還有有關對非為的支持方面 我覺得是比較薄弱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傳統的越南勝會 往往要牽涉到現在 要多個部門去審批 過很多關卡 是的 又有康民署 可能有些條例 牽涉到有食牌署 環保處 我經常覺得有一件事 其實整個余蘭勝會 這個所謂 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活動 在現代這個社會 不能夠把它的完整性去呈現出來 我發覺是基於某一些 往往一些條例 好像剛才說的一些場地 環保說句 好像一些竹瓶 表演一些神功器 以及一些以前我們傳統的 所謂一些貪販買賣 一些市集的形式 這些其實是營造一個 這個余蘭勝會 一個營造氣氛 根本也是余蘭勝會 活動一個組成步伐 但我發覺是 給一些政府的相關條例 因為它沒有去設實 怎樣去支持這種 其實我們所謂這些 社會實踐 傳統的節慶式 就慢慢去切割了 有些是 比如搭竹棒 切割得變成搭鐵架棒 牽涉到一些噪音 以前一些所謂叫做 天剛氣啊 這些又開始切割了 還有一種切割 最嚴重的就是 一些以前我們所謂叫蝕襲式 蝕襲式 蝕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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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到一些人流 聚到人流 聚到人流 認聚一個余蘭的 一種傳統節慶的氣氛 其實這些又很重要的 現在余蘭勝會 我想發覺一些地區余蘭全體 有時舉辦到好像都開始靜陰陰 以前那套東西呈現不到出來 我覺得如果往後繼續這樣去 可能余蘭團體已經不是成為一個傳統 社會實踐 傳統節慶 可能慢慢變成一個表演藝術 已經沒有了節慶的氛圍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值得我們反思一下 政府部門可以 剛才聽你說 我們中法國有不同的事情去走 不同的程序去找不同的部門 其實可否一站式可以處理到 其實都很重要 可以方便到大家 亦都可以將那件事做得比較圓滿些 不只是很切割 因為他自己本身 第一沒有一個統籌部門 因為余蘭那邊 其實他自己本身都是負責推廣 大家都知道 如果部門牽涉到政府部門之間 其實大家都愛莫能助 很多東西都 所以我經常覺得 政策的施衡 就不是 將問題放到某一個部門 而是整體政府的整體 政策那方面 要去對這種非物質文化的支持 一定要想一個要協調的機制 才能夠將它以前 傳統昔日的環境氣氛再次呈現出來 不是說不斷去切割它 不斷去切割它 搞到一個 我說得直接一點 靈魂就沒有了 在這裡驅學 那我先轉個話題 那怎樣利用非為 去促進本土的旅遊呢 如果能夠將 昔日的余蘭勝會熱鬧氛圍 再次呈現出來 那可以譬如說 一些小販買賣 一個市集環境的氣氛 能夠營造出來 其實可以吸引到人流 你看像長洲太平清照 或者這些活動一舉辦 好多人都走出去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往往都走過去找些食物去吃 平安包 是的 往往是這件事去凝聚它 如果沒有了 你試試沒有了 在太平清朝 不准買東西 食物全部禁止的 你看有多不多人過去 我覺得這件事是 其實是一個傳統正義活動 不可挖掘一個步伐 我們另外一個方向可以看的 因為呢 魚蘭勝會 其實香港港狗 不同的那個潮人社區 都會舉辦這個活動 那它那個緣起的話 它的社區一定有它的原因 本身有個歷史背景 我們如果是推廣本地的旅遊的話 可以將魚蘭勝會本身的緣起 和那個社區的族群的關係 大家去聯繫一起去推廣 它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九龍城 九龍城 九龍城的魚蘭勝會 或者你最熟的就是西貢 是啊 九龍城的魚蘭勝會 它有個緣起 但是九龍城以前呢 除了在香港島 戰前中上環 西螢盤 很多潮人聚居 後期間口 很多都集中在 除了碼頭之外 就是九龍城 可以說得是一個 最有潮州美度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將這些 九龍城的傳統魚蘭勝會 的緣起 和九龍城那個潮人的發展 加上九龍城現在都有一些 潮州菜館 牽涉到食這方面 可以其實拿起來 一個推廣 這樣會吸引到人的 剛才你說的西貢 西貢的魚蘭勝會 由1955年到現在 都已經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西貢是一個沿海的地區 以前是一個魚塘來的 我們西貢那個潮人 以前進去做一些耕種 或者做一些 父親開始 做一些耕種 或者做一些畜業 這方面 西貢周邊地區 都是有些海鮮 其實跟西貢的族群 因為我們西貢 潮州人分開 比如說 在豪冲 和西貢市 我們西貢市 我們的潮州人 都會租一些艇 下去賣一些 賣一些食品 賣一些餅 那其實 將西貢的魚蘭的元氣 和西貢的族群 就可以牽涉到一些食物的問題 又出來 又一樣可以帶動到一些本土的旅遊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地區的魚蘭 可以將它包裝一下 對它的推廣 本地旅遊 那方面 都充滿了幫助 對 阿巴士 你好 麻煩你 主持 其實 魚蘭文化 或者我們本身的非物質文化 本身可以有一個元素 跟旅遊文化結合 特別是 除了本地旅遊之外 我們看到旅遊發展局 都是有宣傳短片 包括我們的武火龍 我想第一點 就是把它變成了知識 因為我從事教育工作 其實基本上 都變成了知識就更好 如果我們發展本地旅遊 因為我們本身是旅遊科 特別是現在 今天的課程裏面 新通式課程裏面的公民及發展 其實裏面已經有介紹本地旅遊 我們政府現在 在北九將來 會鼓勵學生回內地考察 這是一個佛新發展 同一時間 兩線發展 不單是鼓勵學生往內地發展 還往內地考察 更加可以推動在本地現有學習 將它變成知識 就能夠有一種延續下去 譬如我自己在高等院校教書的時候 每一年我做學生做專題研習 都是用其中一個課題 都是做越南文化 我很喜歡將越南文化和外國的 所以在Halloween是鬼節 互相比較 為何在某個程度上 Halloween會較為流行一些 而越南文化進一步要推動呢 其實學生做完這個課程之後 他就明白 加深了他對越南文化的了解 亦都比較了西方的情況 政府方面也會做的 就是譬如說 就算大虎沒有火龍也好 旅遊發展局可以將它變成不同國家的語言 現在基本上我們見到的 英文是英文有了 但似乎其他的語言都還沒有 韓文也有 當然我們的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在當年推動這個 這個的 的 2019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已經是有日文版 有日文版的明信片 但是如果你由發展局 可以進一步推行的 那麼就 日文啊 韓文啊 更加會是 會更加發展 法文也可以的 德文 對 有很多遊客 或者不同的外國朋友 可以認識 其實香港也有幾萬的法國人 在這裡住 好 最後一個話題 我們想講一講成全人的問題 我們第一知道 菲維現在都面對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 有很多主辦人都練好法 年紀越來越大 第二 本來我們都觀察到 我們非為朝鮮的越南 由58 現在就跌到54 其實是54個地方正在做事 之前就不止54 之前可能是58 現在變成54 55左右 即是數字正在跌 意味著是否說 一些年老化了 一些主辦人可能年紀大了 不搞了 又沒有年輕人接手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也牽涉到一個成全人的問題 兩位怎麼看這個 譬如我們越南的成全人方面 怎麼看呢 因為國家都有一個要求 就是說 有這樣的國家級的非為 必須要有一個成全人 去做一個法定的成全人 就是不可以以為就這樣 大家都說 誰做呢 就是要有一個制度 現在似乎香港 我們感覺 或者觀察到 沒有一個制度化 譬如這個 非為的全成人 這個制度 似乎香港這麽多年 都未正式有我看到 第一點 有時候政府 可能會用多元全成 這個概念 一方面 就會用一個全成人 這是兩個方向發展 那我就覺得是 雖然好像是 如果我們以 愚南文化為例的話 是不是真的少了全成呢 我又不可以這樣說 少了全成 問題就是變了形式 用了其他的方法 或者規模沒有那麽大 不是沒有 完全有 不過是變了形式 所以我們就想 其實是不是真的 全成困難呢 我想有這個情況出 但是 只要我們機構 或者是 我們的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是吧 繼續發展 和地方上面 都不斷地傳承 例如我舉個例 九龍城漁蘭會 五十多年歷史 是吧 怎麽會停呢 沒有停的 問題就是 怎麽樣將一些知識 能夠是 用了拍攝方法 給年青人學習 是吧 這樣可以去 其實是可以傳承到的 不是說沒有 那麽更加當然 就是政府 政府怎麽配合到 就更加是大了 不更好 那麽 那麽其實 愚蘭聖會 還有一些 所謂的 我們這些非維 那非維本身 是一種族群特殊的 生活方式 是依附人本身 而存在 那麽又要通過 我們口傳深授 口頭傳授 內心領回 那麽其實 要世代相傳 一代傳一代來 那傳承人的角色扮演呢 其實在那個傳承之中 是都非常之重要的 那如果政府在這個制度的話 我覺得 譬如說 首先要確立那個傳承人的身份 那個地位 讓他在那個活動範疇 有些認同感 對他自己有認同感 另外就要好像國外那樣 譬如說他生活上面 可能要給一些資助 或者他那個活動的經費 都要給一些支持 那傳承人的話 他自己本身都要堅負一個責任 去把他那個所知 所學識的東西 去傳承給下一代 那他的責任性要感 那至於朝人如蘭聖會 因為朝人如蘭聖會比較特別 它不是一個是單一個非維項目 它是牽涉到全香港講究 不同朝人的社區 自發去組成的這個儒蘭聖會 其實每一個社區 它自己都有一些傳承人 想說 不管它那個歷史長短 好多 就是所謂都有一個 我們所謂叫主事人 或者一些總理 這一類的 去統籌一個儒蘭聖會 那由於牽涉到貢獲 那個數量更多 那其實有關儒蘭聖會 這個傳承 我們可以這樣去看 那2014年公佈 那個非維的清單 當時有480項 那朝人如蘭聖會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就有33個 那其實我們可以從一些 例如列祖入非維清單 選一些歷史悠久的 那它那個組織制度是完善的 那為什麼完善呢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那它自己有沒有申請一些有限公司 或者本身又是不是一些 比如說一些稅務局 一些免稅的機構 所謂八十八 是八十八 慈善團體 那如果考慮這些 如果是符合到 因為為什麼要考慮這方面呢 如果那個儒蘭聖會 它本身的管理制度 好的 那它那個延續 那個傳承制度 會比較健全一些 那大家都知道 以前 早期的那些儒蘭聖會 即是好就算我們西貢那些 都是一些老一輩的 有心的攪手 是柴娃娃搞一個福利會開始的 那這些福利會 其實沒有一些所謂什麼註冊機構 是大家有一個 大家互相共識 為我這個福利會 那些錢的話 就是某某人 或者那些錢拿回來 那你由你負責保管 那其實這種發展 是不是太健全的 要有一些很正規 現在符合現在現代社會 一些制度 那這個組織 那它往後傳承下去 就比較會好 這個絕對同意 不過我有一種想法 就是譬如 如果假如 少數社團總會 如果成立了一個 叫做漁南文化基金 那樣的宣傳 或者在那個 因為我們有五十幾六十個地方 都有不同的主事人 那如果你說要找一個 叫做傳承人 那也不可能 全部人 個個都是傳承人 那如果有一個團體 它可以做到一個主導角色 那又是否一個解決辦法 我覺得其實傳承人 可以參考一下國內的 以我所知 有些國內的傳承單位 不同的地方 它都有不同的傳承人 那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各自去發揮的 其實對這種文化的推動 其實都好 那其實我想最後來 譬如說 你剛才說到 潮淑社團總會 那我覺得潮淑社團總會 它是漁南聖會的保育單位 那其實我覺得最大的 背後的動力 就是好像香港政府 對於非為的政策來講 它就是政府支持 鼓勵社會參與 那我其實現在 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 現在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部份 它根本不能夠 好像以往那樣 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很多要在後面 政府去慢慢去支持 才能夠推動到 才能夠保存得到 那如果政府一不去再支持 其實這種事情 它慢慢 因為它沒有了 很現實的 沒有了一種經濟效益 它自己就慢慢會消失 所以如果這種文化 要繼續去延續的話 那政府後面的支持 對於傳承人 或者一些傳承單位 那我想政府後面的支持 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好 今天的才哥說 《非為民主》 到此為止 多謝兩位嘉賓 郭哲堅博士 和延長先生 多謝大家